世上本是一片黑暗 来了个会屎叉的打鱼人 三下五除二就把太阳给戳住了 从此之后地球就拥有了太阳 世上本是一片黑暗 来了个史上最杰出的窃贼 他从梦境事件拿了根蚕丝 就把一个月亮绑了过来 从此之后地球就拥有了月亮 经过千年演变 一只四角石头巨兽 以固定的速度在地球上行走 而他的身上有五条铁链 死死地绑住了太阳 巨兽行走之处 居民都能沐浴在温暖阳光之下 因此太阳国度的人民 每天都能晒12个小时的太阳 他们也是整个星球上 内心最炙热的一帮人 他们的生活中充满着火与铁 一只四角鸟类 以固定的速度在地球上行走 它的身上有数十条丝线 死死地绑住了月亮 巨鸟行走之处 夜间居民得以苏醒 月光唤醒了沉睡的森林 这里的代名词就是宁静 太阳神殿和月亮神殿的行走 分出了明显的时区 太阳国度的各位 只能待在阳光之下 月亮国度的各位 只能待在月光之下 而还有一群生物 它们在夹缝中生存 那就是蜡烛一家 它们生活在黎明 与黄昏时分 太阳的温度太高 会将它们给融化 月亮的温度太低 会让它们冻结 它们的定位很尴尬 它们的生活很苦逼 每350年 地球会迎来一次全球庆典 这次庆典 两大神殿会集聚一堂 今天是更换神殿守护者的日子 每350年都会有两个人才 从万千森林中被选招出来 经过了前任和太阳 或者月亮的认可之后 它们就可以正式上任 成为新的守护者 这几乎是整个星球上的最高荣誉 每个被选招的守护者 太阳守护者代表了 温度最高的火焰力量 月亮守护者则代表了 最高额度的魔法力量 在百年前新的候选人生出来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被两位前辈 当成自己的后任来培养 几百年的兢兢业业 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 火哥一直都是太阳世界的香伯伯 他身体健壮 每天都充满着无限火力 虽然太阳已经被神殿给拽着了 火哥却依旧孜孜不振地苦练 飙鱼叉 只为了等待太阳有朝一日跑了 他再给戳回来 他的初衷很有问题 但是二头鸡却因此练得站得很强 他也是从出生就成为被清点的太阳守护者 至于月亮守护者 则是由卢卉亲自选出的 优雅鸟哥接下一波 在救人之前 两位守护者还需要进行最后的试炼 那就是经过太阳和月亮的认可 火哥在经过太阳折射之后 有幸生还 半滴血都没掉 试炼也因此轻松通过 至于月亮这边 显然比较特殊 卢卉召唤出了月亮的使者 一只羊子 他会自动走向月亮认可的守护者 鸟哥骄傲的跪起等待月亮翻牌 然而这只大眼羊竟然 磕磕磕磕磕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了 一脑磕直接往旁边的草丛里面钻 真的大家以为他会叼一只瓢虫出来 当守护者的时候 鼠弟非常尴尬地滚了出来 卢卉看了一眼月亮 又看了一眼羊子 那好吧 虽然我训练我的徒弟已经两百多年了 但是既然你不满意他 那就换吧 就由鼠弟担任我的后任 做最荣耀的月亮守护者了 神殿再次觉醒 两两神殿互认 仪式日夜交替继续进行 太阳守护者与月亮守护者 两位仙辈也热情拥抱 毕竟三百多年来 能见面的次数屈指可守 一切似乎尘埃落定 地球上的森林再次开始了 他们日复一日 却又精彩分尘的生活 突然出来的鼠弟截狐 鸟哥就不可能能同意 但是一直也优雅来 标榜自己的一只鸟 怎么可能会做出 什么实际性的反抗行为呢 鸟哥灰溜溜地 他在黑话与不黑话之中 疯狂横跳 老天爷 快点来一个台阶给我下吧 台阶没看到 倒是给他送来了两条蛇 如果没猜错 这就是当年 蛊惑亚当和夏娃 吃苹果的那类蛇 不光如此 他脸还带了皮肤 通体荧光色 给人一种等嗖嗖的感觉 两条蛇将他给缠住 不停将魅惑之鱼 对着他灵狂轰炸 要说起来 谁都不会服气 兢兢业业训练自己两百年 却不如一个半路杀出来的 小混混 蛇只用了区区几句 就让鸟哥的命门打开 轻松地入侵了他的思想 在两条蛇的蛊惑下 鸟哥一黑化 他现在的目的只有一个 从那个混混的手里 拿回月亮 问题来了 这蛇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他们总不会是每天 没什么事专门挑拨离间的吧 当然不是 他们是奉命令而来 地狱哥一直栖息在地底世界 他曾经也是太阳守护者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他变成了这样 他叫蛇去挑拨鸟哥 把月亮夺回来 除此之外 他将派自己的两个得力手下 从火哥手里抢回太阳 同时失去了太阳和月亮的地球 将会成为黑暗的海洋 而那时那刻 他就是整个世界的霸主 说到鼠帝 一不留神就站在了 大佬的肩膀头上 卢慧直接把他领进了月亮神殿 无数毛球每天忙于支丝线 这些丝线拉扯着月亮 丝线断 即代表月亮散架 即代表月亮消失 现在月亮在 线没月亮也没 虽然月亮并不是气球做的 但是人家也是能飘的 这些毛球的重要性 鼠帝现在才终于知道 作为守护者 他需要做的就是 管顾好这些毛球和这些线 没事干给他们奏乐 祝祝信 鼠帝说 可是我是阴痴 回头 前一位守护者已经作画 成为了长在神殿中的一片树林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 也用了一种最完美的方式 结束了他的这一生 反观火哥这边就没这么浪漫了 反而烫得多 活了几百年的助手 一一给火哥介绍巨石神殿上的一切 对前任守护者一定要秉承着敬畏的态度 但是年轻的火哥完全没有这么想 要知道 他可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年轻人 这个世界似乎在朝着一种不可控的方向发展着 毕竟换了这俩不靠谱的守护者 还不知道地球居民得遭多少难 低难从属地这里开始了 他发现前辈子琴也不是白弹的 月亮神殿的神鸟的步速也好 方向也罢 全都是靠弹琴来控制的 他一个阴痴 每用三十秒就让这些毛球全体歇菜 月亮神殿的步伐开始变得歪歪扭扭 还没等属地有足够的本事操纵好神殿 火哥那边又出幺蛾子了 太阳的高度是靠控制铁链的角度和松紧来调整的 这份放风筝一样 然而火哥光在享受这灼热的温度烧烤他屁股的感觉了 根本就没有去把控铁链 现在的太阳离地面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 庄家很快就会烧着 火哥却依旧得意 洋洋不为所动 由于鼠地的高光操作丝线只剩下了一根 鼠地真假正来到了神鸟的脑壳顶 有最大的力气扯着随时这枚出逃的月亮 很快 线断了 月亮跑了 伸手熄火了 直接跪地上 在毛球的嗶嗶喇喇中 鼠地好像懂他们的意思了 却没有完全懂 在全体毛球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 他直接把一个毛球往月亮出潮的方向 那么一扔 是他的感作 才让月亮重新回到了世界 重新回到了他的手里 这场风波进行时 太阳那边也强不到哪里去 鸟哥立刻开始了他的第一步 挑哥火哥和鼠地的关系 但是火哥其实那小心眼的人 最可怕的不是 他不受用力的挑拨 最可怕的是 他压根听不懂你的挑拨 不过鸟哥挑唆这招 也不是主线 真正的主线 在地狱哥的两位手下 卧龙凤厨这 两位小恶魔眼看着 一根筋的火哥被支走 他们大拉拉地闯进了神殿 轻松地带走了太阳 于是 巨石神殿与巨鸟神殿 都被拔了电池 归在了大地上 正准备找茬的鸟哥和火哥 隔着看到了鼠地 抱着个月亮 刚准备数落 却没想到他比鼠地差远了 太阳被偷的时候 他都没注意到 正在他追着鼠地一同乱跑的时候 辣妹那是顶着风险 从家里跑了出来 专门跑到神殿里面来 顶着被火哥融化的危险 过来通知他 大哥 还有空 隔着扯犊子呢 太阳不见了呀 天上丢失了太阳和月亮 世界瞬间沉入黑暗 火哥顿时拿手狐脸 想了半天的解决方法 终于想好了 解决方法就是 甩锅 他立刻对鼠地 那是一同劈头盖脸的乱跑 你看看 都是因为你把月亮搞成那样 我的太阳才会出事 而我现在还得帮你收拾烂摊子 辣妹一早就是火哥的迷妹 今日得到机会能够和偶像一起 而且还是这种找太阳的活 辣妹当然得上 就剩鼠地一个人定位非常尴尬了 在初次碰壁 导师还隔屁之后 他的挫败感扑面而来 还没等他自己反应过来 月亮已经被他交到了鸟哥的手上 而他则返回了 已经没有月亮的月亮过度 森林变得死气沉沉的 鼠地也没想明白 为什么自己意外成为守护者的时候 被同类们托骂 到现在他卸任了 将月亮还给鸟哥之后 他还是得被铜族鼠给托骂 火哥和辣妹保持着三米的距离 在黑暗牛行走着 很快他们的路上就飞满了萤火虫 鼠地坐在枝头 在虫虫中出现 他想了半天 如果他现在什么都不做 铜族的人又会骂他 那么他就会得到三次完整的托骂 但是如果这次他努力一点 帮助他们找到太阳的话 也许事情就会发生很大的转机 主角团三位踏上了旅途 现在来说说鸟哥的情况 鸟哥自从和贪吃蛇合作之后 他简直得到了他想得到的一切 既把确实没有能力的鼠地 给整到人人唾弃 也如愿以偿拿到了月亮 但是月亮就是月亮 和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人类 就是不一样 自从那只羊子 从草丛中挤出鼠地开始 鸟哥注定成为那个 明明努力多年 却因为没有天赋 一句话被毙掉 永远低人一等的那个人 要是我是鸟哥 我也不服啊 不努力之前我还姓名 努力之后还让我姓 我就姓不动了呀 鸟哥决定做最后的挣扎 就算是月亮不认可他 让周围人认可他一下 也不过分吧 于是他手捧着月亮到了森林中 大家都惊讶于这么近距离 能看到月亮 然而还没过30秒 月亮竟然就坍塌了 最终彻底变成一堆粉末 鸟哥也终于在月亮 自爆式的行为之中 彻底认清了现实 月亮消失了 太阳也已经被地狱哥 吹成了岩浆混合物 主角团已经步行到了 前往地底的河流边 辣妹如果下水的话 不足三秒就会结冰 这种情况他到底要怎么办呢 鼠弟突然表态 我觉得会保护你的 你要相信我 我懂了 马国人真的是没有BG课 创造BG也要课 辣妹也被鼠弟 那卡兹兰大眼睛给感动 将自己那硬邦邦的身体 交给了他 伙哥背不了他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辣妹还没到地底下 就已经变成一坨了 非常完蛋 首先遇难的是辣妹的身体 章鱼腿的主要目标 就是他 虽然火哥和鼠弟都奋力一战 可是因为体量实在是差得太多 正当他们都束手无措的时候 一道圣光突然出现 这不是上帝 这是 一只电摇 鱼爷一眼就把他两位给认出来了 也许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气质 鱼爷对他们离谱的经历 表示笑哈哈 并且轻松自在地 说出了自己的名字 他以为面前各位都不看书的 但是辣妹除了看书 一天到晚也不能整别的 鱼爷的名字 对于他来说 简直就是朗朗伤口 他是最早的月亮守护者 在鱼爷的指引之下 他们成功到达了地底世界 这里死气沉沉 只有阴影和死亡 鱼爷笑道 其实之前也并非如此 之前完全不是现在这样 想要太阳的大变派地狱哥 竟然是史上最强壮的太阳守护者 然而他在神殿里面 干着干着突然心生疑惑 为什么我要把阳光 分享给这帮人呢 凭什么我要把太阳 分享给这帮人呢 于是他就拼命地扯动锁链 想把太阳抱回自己家里 去找个瓶子装起来 刚好被之前火哥的前任 那只小龙龟发现 谁有能想到 这只龙龟之前 是足以打败地狱哥的存在呢 正是这位前任的带领下 太阳才重新回到 神殿的管控之中 才重新回到大众的天空下 地狱哥从此之后 彻底被蛊惑之蛇控制 他的野心被无穷放大 他占领了地底世界 将原本美丽的这里 变成了地狱 流淌在他身上的绿水 变成了滚烫的盐 将绿草地变成了岩浆城 他想霸占太阳的心思 到了今天也算终于实现 火哥决定在坑洞 这个大土里和这个boss决意死战 而鼠弟和辣妹 也发现了诡异道 让人震惊的一幕 巨鸟神殿竟然步行到了这里 他的步伐早就乱套了 而真正的巨鸟 也趋于疯狂 他的眼睛宛如中毒 再这样下去 到底会发生什么 这里会不会被他踏平 都很难说 鼠弟用自己的灵活和勇气 爬到了巨鸟头顶 他选择用他的能力让这只鸟 赶紧冷静下来 这是让人安然入睡的力量 也是让一切疯狂安静的力量 巨鸟的瞳孔缩小 最终四腿弯曲 安静地跪在了地上 鼠弟和辣妹重新回到了神殿中 鸟哥一脸任命地说道 月亮没有了 看来我还真不是那块鸟 鼠弟一咬牙反开了 前往梦境世界的井盖 不就是月亮吗 第一个守护者能把他 从梦境世界偷回来 我为什么不行 在和辣妹的共同努力下 虽然两人通通都受到了剑尾打击 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拿回了月亮文石 至于火哥这边 几乎就是地狱难度副本了 他现在还得先过弹吃蛇阵 火哥拿着出太阳的毛站在其中 弹吃蛇老活心整 用之前蛊惑任何人的一套说辞 换了个主卫兵就来套火哥了 这次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PV 上来就直接否定火哥的价值 说他是历史以来 最差劲的太阳守护者 虽然我觉得弹吃蛇 说的实在是挺对的 火哥也许是认同了这条观点 所以他抗争的力量才越来越薄弱 最终被贪吃蛇侵蚀 当他即将彻底完事的时候 雨也挺身而出 用他的身体组成了最坚硬的盾牌 并且将他最后的光芒给了火哥 这力量冲散了贪吃蛇群 终于到了决战之时 鼠弟和辣妹还有要紧是要做 躲回太阳 当火哥要为他碾碎的时候 辣妹知道熄火的太阳 这是为了他准备的 最终他用生命重新吹燃了太阳 看到曾经喜欢的妹子 从瓜子里变成了这样 要我我也哭 怪不得鼠弟哭得不成样子 最终在鼠弟和火哥的 共同努力下 地狱哥身体中的贪吃蛇 被彻底扯出 他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弟弟世界也恢复了 原本的一片祥和 卧龙凤雏也变回了 头上长花的小可爱 在悲痛中 鼠弟重新捏出了一个辣妹 希望他能够在这样的宁静中沉睡 太阳与月亮重新上天 鼠弟和火哥也成为了 称职的守护者 而经历了天洁的辣妹 再次成生 也收到了上帝赐予她的礼物 也终于成为了 不惧怕太阳与月亮的人 和这几位一起快乐地生活 在这世界上 这才是真正好的动画作品 成功的动画电影 之所以能够脱离 这是给孩子看的 这样一个标签 就是因为内核 是给成人看的 这其中的搞笑 不是来源于打打闹闹 而是来自两个人的嘴碰 这其中的悲哀 不是来自于简单的痛苦 而是一切都是命中逐利 这其中的快乐 不是来自于势而复得 而是一切都是 通过你的努力最终获得 最终 我们在结局里 看到了有叛徒的未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 没必要为了任何情况 和任何人改变自己 除此之外 每个人物的性格突出 其巧妙 世界观之庞大 是果满需要学习的 如何将一个俗套的故事 拍出心意和清新感 而不是套路化的演绎 的确是一个询问 本期节目叫做老小 我的视频 请忘记点按评 整个关注哦